中甲半成过后 俊豪和岩边同击16分 排在积分榜的第12和第13位 因此本场比赛 双方都将为胜利而战 比赛开始 逐场作战的岩边队 对俊豪展开了猛攻 时期很胜 比赛进行到第4分钟 岩边获得脚球 4号李明辉埋伏门前接应射门 皮球应声入瓦 1比0 岩边队取得领先 只能说明什么 队员在进入比赛的状态 有点慢 因为在赛前针对对方的脚球战术 我们已经做了相应的布置 那么在对方罚的时候 我们的球员注意力不够集中 上得有点慢了 让对手突破进去了 失掉第一个球 很可惜这个球失掉 此后岩边队通过熟练的地面短船 直塞身后屡屡对俊豪造成危险 上半场前20分钟 岩边队占据优势 多次获得破门良机 索性俊豪守门员王国明表现出色 高扑低档屡屡划险为宜 开场后 俊豪最具威胁的一脚射门出现在第25分钟 黄世博一脚怒射 可惜与球门擦肩而过 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 俊豪终于有所建树 岩边后卫队员进区内对金尼犯规 背叛急刑 金尼操刀命中 比分变成1比1 双方回到了同一气泡线上 进球之后的俊豪士气高涨 随后又有多次破门良机 第42分钟 荷兰外员斯卡鲁把握机会 进区前接到金尼传球破门 将比分改写为2比1 反超岩边 一边再战 落后的岩边进行了换人调整 用红针线和伯继棋两名外援 换下了高万国和朴万哲 第57分钟 替步登场的伯继棋一脚远射破门 帮助岩边队扳平比分 进球之后的他也是非常的激动 脱一跑到场边庆祝 被扳平比分后 俊豪攻势更加凶猛 第62分钟 刘军鹏接李超投球百度 2点投球破门 但这个球边才误判越位在先无效 对于这个低级判法 俊豪队员也是表示不满 围住裁判理论 第85分钟 气势如虹的俊豪 终于把握住一次机会 又是金尼 他反越位成功 底线零角度传中 门前斯巴鲁轻松将球顶入 攻入绝杀一球 80%的我的表现 80%的我的表现是金尼 中场前俊豪还有扩大比分的机会 吉尼前场形成单刀 面对沿边门将没有贪攻 而是横传给位置更好的斯巴鲁 斯巴鲁的射门被门将封堵 最终比分定格在3比2 俊豪客场迎来一场艰难的胜利 这场比赛看了 你们看了 打得很精彩 双方打得很精彩 都是打在公式足球 我们球员很有效地 限制着对方的小的配合 我们反击打得非常坚决 你看我们打进这几个球 都是反击打进的 队员在执行战术技术上非常坚决 这说明我们在这一个星期的准备 也是非常好的 我也非常感谢队员们的努力 打得不错 我谢谢他们 本场比赛之后 俊豪以4胜7平5负 位列积分榜第10位 下轮比赛俊豪队轮空 7月21号连续征战4个客场俊豪 将带着胜利回到福州 迎战中甲近驴湖南相掏 T28记者吉林沿边报道 这是俊豪与严边比赛后一个令人激动的场景 俊豪球员比赛结束后 没有回到球员席 而是在金尼的带领下 第一时间对看台上的一位球迷表示谢意 享受这一礼遇的是俊豪第一铁杆球迷星仔 金尼推得非常好 非常好 楚剑队这一场推得非常好 从而取得关键性的胜利 谢谢 谢谢所有那个金豪球员 第35分钟 金尼点球颁平比分 此时他没有与队友庆贺 还是冒着吃牌的危险 跑向看台旁 与星仔分享进球后的快乐 这也构成了龙井海岚江体育场 俊豪十六场比赛 一场不落下的球迷星仔 来自厦门 独自一人呐喊助威 已是星仔生活的一部分 看台上的他 因为有了俊豪球员的支持 充满了激情 赛后金尼与星仔相拥前行 即便是接受我们的采访 金尼也是要拉上星仔 希望更多的星仔们 为俊豪助威呐喊 希望更多的星仔们 能与金尼与俊豪球员相拥前行 T28记者吉林研编报道